上課樓一進入校門 印象中的蔣公銅像 這回變成網路人氣插畫 爽爽貓 掰豬和馬來摩 台灣第一個本土文創特展 要用校園主題吸引粉絲 進入他們的插畫世界 每一個人在小時候 你過去在國小上課的時候 或國中上課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記憶 那出了社會之後 或許那些記憶已經埋藏很久的 都忘記了 那在這個展覽裡面 我們希望能讓大家想起 當時的那些回憶 校園裡一定會出現的場景 音樂教室 美術教室 甚至是保健室 都可以看見三位主角的身影 還有校園最多傳說的廁所 也被策展單位KUSO表現 1 2 3 4 2 2 3 4 如果想要跟主任翁肩頭人 手腳一樣軟Q 還有互動遊戲和主角比賽 這些圖書其實都是從來沒有曝光過的 全部都是新創作 那在這次的整個規劃過程裡面 三位插畫展也親力親為 跟我們一起討論 然後腦力激盪 所以想出了非常多不正經的 哏在這個展場 不同於外國人氣動漫特展 用大家熟悉的場景來表現 三位插畫作者為了這個展覽 所有的作品都是為了展出特別設計 甚至還把自家工作室 原汁原味呈現在粉絲面前 首度在鏡頭前曝光 號召粉絲一起來回味校園生活 記者前文恆 郭林倩 台北採訪報導